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PDF其實現在大家應該都蠻有機會用到的 PDF好處是什麼 不管你拿到哪一台電腦看起來都一樣 這是它當初的目的 也就是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可稀式的文件格式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不管你從哪裡看都一樣 可是也因為這樣造成一個缺點 我要編輯不方便 我剛剛有特別提 你有付費的 你用Arcobet的 所以你可以編 甚至可以還原成什麼 原本的Word檔 對不對 但是如果今天你只有Arcobet Reader 那很抱歉 你只有看的份 沒有編輯的份 對吧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線上的服務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比如說你看我們進到這邊來 它有中文 有中文 所以你進來之後應該是OK的 那麼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想想看 有些時候我PDF 我可能是要轉存成什麼 可能要把它轉回Word檔 對不對 另外我也可能需要分割 因為也許我只要其中幾頁而已 我把那幾頁拿出來 或者是我這兩份PDF我想要合併起來 那解密加密我們就盡量不要看 人家已經有保命了 我們就盡量不要幹這種事情 對不對 好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以我這邊來講 假設你想要分割我們那個PDF 我點它一下 你就把你的PDF的文件 像我這裡有一個 我就把它丟過來 你用這樣丟也可以 用這樣選也可以 反正傳上去就好 然後呢 它待會我就問你啦 好就是這個文件對不對 然後你想要哪幾頁 我想要第一頁 想要第二頁 想要第三頁 就看你哪一個 按下去就好啦 目前來講這個網站準確度還算蠻高的 還算蠻高的 所以我在這邊就可以直接下載下來 甚至你要把它轉回Word也可以啊 不過因為我這個並不是用Word做的 所以轉成Word它只是變土檔 你如果今天比如說你是那個 不是用簡報做的 或不是用Word做的 你硬把它轉成Excel 假設我要轉 就是不同格式不同軟體做 你把它轉的那個效果就沒有 效果就沒有 所以你看我把它下載下來 這樣有沒有很單純 可以啦齁 反正你存下來就能夠看了 就能夠看了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如果我電腦沒有安裝任何的軟體 其實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在處理BD2的帳 是相對比較容易 對不對 雖然沒有付錢 但是至少還OK 那麼目前當然這個網站它上面是寫 你的內容它怎麼樣 一個小時之後就會永久刪除 等於說你的內容是只有一個小時 保留在上面它幫你做轉換 那至於你信不信任它 那就是看你 當然如果你真的很敏感的文件 我也不建議丟到那邊 真的很敏感的 不敏感的 或是神經很大條的那種內容 隨便丟 可以吧 OK齁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個很單純 又都有中文 不會難倒你 OK 來還給你囉